我不在电影院 就是在前往电影院的路上 我不在书店 就是在前往书店的路上 生活简单 气质可不能简单 气质不靠堆积 靠累积 我在前往气质的路上 我听气质人观点 哈喽你好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绝妙当家 我是高点 在昨天的节目里 高点跟你分享了 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 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在生活当中 真实的确实的 做到零垃圾 这真的是一个很困难 但是非常有意义的挑战 不过呢 讲到零垃圾 也许你想到的是 把你眼前眼目所及 所看到的一切垃圾 全部都通通的丢到垃圾桶里 或者是丢到马桶里 一个按键冲下去 眼不见为尽 然而你知道李组长 眉头一皱一听就知道 案情不单纯 在垃圾车载走的这些垃圾当中 有多少的垃圾是被回收掉的 多少的垃圾是被焚烧掉的 多少的垃圾是被掩埋掉的吗 目前全台湾的垃圾 回收掉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 很少对不对 而大部分的垃圾呢 都被载到了垃圾的掩埋场 目前全台湾大约有 一百多座的垃圾掩埋场 而这些垃圾的掩埋场 它不单单的是把垃圾埋进土里 事实上 虽然在垃圾掩埋场 但是仍有许多的垃圾 就在空中飘扬 而你知道台湾就是一个海岛 所以许多的垃圾也因此被冲进了海洋 那么我们再说到 刚刚的另外一个举动 就是通通丢到马桶 让所有的垃圾随着手一按 然后全部的跟着漩涡 冲到了那个 你所不知道的黑洞里去 人们就是很喜欢 把所有的东西都往马桶里头丢 不管是没有吃完的药物 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没有吃完的药物 都随着我们的马桶 去到了那个无底洞 去到了污水处理厂 然后有一些东西是污水处理厂 没有办法处理掉的 就随之排放到海洋去 而这些没有吃完的药物 药物当中的药性 或者我们说药是三分毒 也就是说药当中的毒性 不只毒害了污染了整个海洋 这个柔猪呢 柔是温柔的柔 猪呢是珠宝的猪 这个柔猪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但是它都蕴藏在什么样子的地方呢 它就蕴藏在一切的清洁产品当中 比方说牙膏 比方说洗面乳 沐浴乳 或者是女生很喜欢用的 去角质的产品 然后讲到柔猪 其实高点要在这里 跟你分享几个新闻标题就好了 比方说含柔猪清洁品 伤生态环境于百年 就超过百年那么久 另外还有一个标题 它是这个样子的 北美研究塑胶围猪 也就是柔猪泛滥 污水处理厂设备也没辙 也就是说这些柔猪 跟随着我们的污水 一起排放出去之后 并没有办法透过 污水处理厂的处理 它就被流入了海洋 接着呢 标题是这个样子的 英国外海鱼类抽检 三分之一的鱼 体内有塑胶 下一个标题是 研究发现 塑胶围力入侵食物链 毒害海洋的生物多样性 再下一个标题是 海洋围塑胶 损害生殖力 生殖力就是 生小孩的能力哦 人类 鸟类都受害 如此一来 你就略知一二了 不管是透过垃圾车 把你眼前的垃圾载走 还是透过一个箭 用马桶把垃圾冲走 冲走的可能是药物 可能是清洁剂 可能是所谓的柔珠 这些都可能会污染 我们的海洋 而透过海洋 继续的再来 危害整体海洋的健康 然而你知道吗 没有健康的海洋 就没有人类健康的生活 人类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 怪不得圣经说 因此这地悲哀 骑上的鸣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必都衰围 海中的鱼 也必消灭 这节经文 把人类 空中的鸟 海中的鱼 还有路上的一切动物 走兽 全部都一起包含在内了 当我们听到了柔珠的消息 知道柔珠塑胶产品 正在危害着我们的海洋健康 而我们正吃着这样子的海洋 被污染的海洋 所捕捞出来的海鲜 我们自己觉得很恶心 我们觉得我们的健康受损伤 但是我们却没有想过 在这之前 已经有许多的鸟类 有许多的海洋生物 已经早我们一步牺牲掉了 在这里 你可以去搜寻 鲸鱼大宝的故事 或者你可以看一看 这阵子一直很红的一部纪录片 叫做《老鹰想飞》 这部片 有一句让人非常惊心动魄的 slogan叫做 今日鸟类 明日人类 人类 我们真的还要这个样子吗 或者 我们真的应该要 好好地痛定思痛 想一想 上帝交代给人类的职责 管理这个地球的责任 到底是什么 而身为人类的我们 就像经文里所说的一样 旗上的鸣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必都衰微 海中的鱼 也必消灭 还是 我们真的应该站起来 拉地球一把呢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思考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我是高点 我们下个星期见了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